也就是你到當地有沒有 他甚至可以用步行的方式指引你 因為他有那個水平儀跟那個算是什麼 陀螺儀吧 他也跟著你旋轉 你往哪個方向走 他還會跟你講說你走錯方向 像之前去什麼比如說像什麼 去一些景點 台南的什麼什麼 一些就是一些老街巷子有沒有 那你有時候常常走一走方向都搞混 因為每一條路感覺都很像 這個時候步行導航就派上用場 我就拿出來前面走過去 果然轉過去 那你要去吃什麼景點有沒有 附近也會秀出來 你導航一下步行導航OK 所以這裡的話 那當然你可以透過這個方法 光這個地方其實就很好用了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設計出這樣子的一個導航 特別注意喔 其實就是這個方法 哪個方法呢 就是這個 這個是Route 就是Route這個方法 當然你也可以把這個Route直接Call到哪裡呢 Copy有沒有 直接Call到這邊來 因為他好像只有用一次 那你就Call到這裡來 可不可以啊 有沒有直接Call到這邊來 這邊的話就是路徑規劃 但是他還要排一下 你可以把這邊 這邊稍微再按一個Tab鍵一下好了 讓他排整齊 你可以看到他的頭有沒有 這個方法實際上就放在哪裡 放在瓜糊裡面 可不可以可以啊 因為只用一次嘛 你只用一次幹嘛要放下面 不然他同學說奇怪 這個程式碼怎麼這麼多 其實他往下找找半天找不到 放在這裡可不可以啊 Route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的程式碼總共就幾行 總共就是五行 就可以做出導航的效果 怎麼這麼好用 就是這五行就可以 那特別注意 因為我現在在網頁的模式啊 所以後面那個經緯度 是我自己key上去的 因為我demo為了demo 實際上應該是上面這兩行 這兩行是什麼呢 從剛剛我們不是有一個那個什麼 GPS去抓到抓到那個經緯度對不對 然後我們不是把它存起來 存在兩個變數裡面 就是這兩個 這個變數跟這個變數嗎 對不對 所以正常應該是這兩行才對 因為我剛剛 我剛剛是為了說 我這邊沒辦法抓到GPS 但是還要導航的話 實際上應該是這兩行才對 這兩行只是說 我們為了網頁的模式去 去去做去去弄出來 然後會有一個 這個起點的緯度 起點的精度 再來的是終點的 所以將來會從什麼呢 從我塞到那個元件裡面 去抓出裡面的尺 它的緯度跟精度 再來就直接怎麼樣呢 就利用這個是用網頁 你會發現這個是網址 這個網址就是連到Google地圖的網址 所以呢 它會有一個什麼呢 Windows Open的動作 也就是說 會外部開啟一個瀏覽器 那這個瀏覽器 就看你手機預設是哪一個 那我比較建議是用Google的那個Chrome瀏覽器 然後你給它一個起點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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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